西北工业大学 坐落于世界四大文明古都西安 是一所以发展航空、航天、航海等领域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为特色的多科性、研究型、开放式大学 隶属于工业和信息画部 西北工业大学脉源三职强强联合 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国立西北工学院 是一流的工科院校 古路灯火点燃了深深学子教育救国的精神之光 华东航空学院集中了新中国最强的航空教育科技力量 以热爱祖国、顾全大局、艰苦创业、现身航空的精神扎根西北续血辉煌 他军工秉持强军报国、忠诚奉献的风指 成为新中国国防科技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学校一直是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校 1960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 1995年首批进入211工厂 2001年进入985工厂 2017年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A类高校 学校现有友谊、长安、太苍三个校区 占地面积近5400亩 沧桑立系、春华秋时 80多年的半学历史中 学校为国家培养了20万多名高水军人才 一大批两院院士、将军从这里走出 学校培养出了我国六个学科的第一位博士 和六位中国十大杰出青年 在国防科技战线遍布着西工大人的身影 从一个班走出了撑起中国天空的三大总师 到中国民用飞机领域的三位总师 在航空领域中 国内大部分的重大型号总师、副总师 为学校校友 在航天领域 包括航天三少帅中带张庆伟和雷帆培 到中国探月工程总师吴伟人长 众多杰出校友 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做出了突出贡献 航海领域中 大批校友活跃在船舶工业 水中兵器行业的重要管理岗位 与核心技术岗位上 英才辈出不胜美举 一批西工大学子 成为了行业精英国之重量 在人才培养领域 形成了独有的西工大现象 学校史证坚持立格数 形成了以学生为根 以育人为本 以学者为要 以学术为魂 以责任为重的 办学理念 确立了培养具有家国情怀 追求卓越 引领未来的 领军人才的培养目标 不断健全价值塑造 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体系 始终将思想政治教育 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积极推动三权育人格局和十育人体系构建 学校深入开展 人才培养大讨论 深化以学生为根 以育人为本的意识 劳度树立人才培养核心地位 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续写人才培养领域 西宫大现象 近五年来 学校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四项 二等奖八项 获奖数量居全国高校潜力 创新创业教育成效明显 学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 稳居全国高校潜力 学校持续推进人才强校战略 坚持高端引领 引预并举 努力建设高水平师资队 目前 学校已形成了 由两院院士等各类国家级人才购养贷 具备核心竞争力的高层次人才队伍 中国第一架无人机 第一台军用机载计算机 第一行五十公斤级水下无人智能航行器等众多的中国第一在西工大诞生 立足四个面向 聚焦基础研究前沿名誉 坚持顶天立地育人的科研价值取向 积极聚焦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占领需求 实施重大项目建设 在16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 学校重点参与了大飞机 载人航天与探阅工程等十个重大专项的科研公关 深度参与了两极重大专项论 参与了神舟系列飞船研制 是为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做出贡献单位的两所高效之一 学校在新一代一身融合铭机设计 国舰机组和循环发动机等研究项目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研制的超声速大机动绑标填补了国内空白 学校拥有我国唯一的无人机特种技术重点实验室 和无人机系统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在60周年国庆阅兵 建军90周年诸日核道阅兵 和70周年国庆阅兵中 由西工大研制生产的多型无人机经验量下 接受了党和人民的建议 近五年来 学校科研经费总量超过120亿元 2019年总经费近40亿元 人均科研经费132万元 位列全国高校前列 近十年来 学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近30以下 其中2019年获得8项 学校基础研究成果丰硕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以及高水平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上 都得到了显著提升 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取得新突破 学校伴照强积 雇佣福新的发展思路 积极实施基础学科提升计划 持续加强航空宇航 材料 兵器档3加2 优势学科群建设 学校积极推进新兴交叉学科培育 展新学科新方向 2019年 学校获批学位授权自主审核资格 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 学校三个学科进入A类 六个学科进入全国前十 其中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 并列全国第一 学校积极发挥教育 科研和人才优势 推进产学沿用 深度融合 认真履行社会服务职责 学校全面落实国家扑贫攻坚重大部署 统筹校内外资源 通过教育 智力 产业 重头等帮扶 助力广西溶水 陕西城固和列阳等地 实现扑贫目标 学校主动服务两个强国建设 成立开设多个学院和专业 为两个强国建设提供了人才支撑 主动联合省市 成立研究机构 围绕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 开展联合公关 学校主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着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 2019年7月22日 西安伯利特公司正式在上交所科创版挂牌上市 科技成果转化的西工大模式 在结束过 标准国家区域发展战略 学校积极推动和完善 覆盖全国多地的异地创新机构建设 2019年8月28日 西北工业大学泰仓校区正式开工建设 学校积极推动 翱翔小镇等科技特色小镇和环西工大创新代建设 助力陕西 尊感超越 学校积极服务国防科技工业发展 主动对其军工集团 围绕人才培养 项目合作 科技研发 与产业化发展等方面 开展合作 为国防科技事业发展 提供了支撑 叹唐圣地 历史文化的滋养 三行精神 文化基因的传承 铸就了西北工业大学 足有的血脉 学校弘扬 工程永逸校训 和三十亿新校风 形成了西工大人 扎根西部 艰苦奋斗 求真务实 开除创新 追求一流 现生活防的优良传统 激励着西工大的师生 用赤塘的爱国之心 强烈的报国之志 履行人才强国 科技报国的职责 铸就了学校 今日之辉煌 学校坚持 以社会主义和新价值观 为引领 不断完善教育引导 实践感知 典型引路 精品彰显 环境涵养 文化育人体系 强化文化育人 利用学校文化特色 积极弘扬学校 优良传统 全方位打造西工大特色 文化品牌 构筑西工大人 共同在精神文化家园 学校全面推进国际化办学进场 主动响应一带一路倡议 积极搭建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学校国际合作质量稳步提升 先后 先后与281所国际知名高校和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 其中 与81所高校建立了学分互认 学位互受的合作机制 2014年3月 在中立两国元首的建政下 学校与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签署了 关于建立最重要合作伙伴关系协议 学校成立了西北工业大学伦敦马力女王大学工程学院 是西北地区第一站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学校持续推进留学工大品牌建设 学校留学生规模稳步增长 声援结构不断优化 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一大批国际著名专家 学者受聘为学校名誉教授或客座教授 其中多位外国专家荣获国家有益奖 获奖人数位居全国高校前列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进入新时代 站在新起点 全体西工大人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道旗帜 以静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落实立得数人根本任务 迎新俱立 礼命衔形 学面开启建设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大学的新征程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经许可乡 年轻人数人根本任务 会许可乡 覆设核 城将设计 翻唱会